哈囉我是Amy 我們是阿咪阿朗莉 今天要來跟大家爆料阿咪教過的各校男友 好期待喔 一開始因為在蹲外大嗎? 對 就我來兩次 一次是來交換 那個時候非常的年輕 那時候才大三而已 大三是幾歲啊? 十九 或者是幾歲吧 交了這個男朋友 他就是我那時候有參加一個親社團 然後他是同一個社團的人 應該是挺帥的 沒有很愛 我的生中沒有交過 這麼愛的男朋友 幾公分 跟我差不多 不到170 哇 是不是真愛 是 以我對你的了解 對 台灣時代的男友都蠻高的 可是到了日本就是 只好像現實低頭了 因為他們 因為 他們平均來說比較矮 真的比較矮 我真的很少遇到175米以上 我真的頓臉沒錯 但臉應該是就是帥的吧 臉還不錯 而且其實我喜歡是因為他講話 還蠻有內容的 就是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因為其實東外大就是有一些很口到外力之位的人嘛 但一開始在一起的時候還好 就你學生又同一個社團 所以不太需要聯絡什麼發生去的學生就知道 就幾乎都是在一起的狀態 對 然後我們後來就是有遠距離嘛 因為我們交換一年就回台灣了 欸他在我回去的時候寫了一封非常感人的性格 哇 就是說什麼 因為他其實 你好容易拿到性 對 因為其實他是九州男兒 沒有別人寫性格 所以都不太會講說什麼喜歡啊 然後什麼也不太會牽手啊 什麼的 對 但是他就是那封信就有表達他的愛意 而且我後來想到一件事情 那有人跟你說過我愛你嗎 大家都說 日本人嗎 日本人 好像只有Edan講過欸 其他的 喔其他那個 法師那個有講過 但那個應該就是很隨便 對 就是一個順口說說的那種 反正我覺得台灣不是很愛日愛你喔 我怎麼愛拉去的 對 但日本人不會 他連Ski都不太會講了吧 日本人 啊好 你有常常被講到Ski嗎 不是不是 因為我 我其實比較接近他們 我也 我講不通 所以你沒有辦法在那邊愛拉來的去 對啊 可是我會一直說 你好可愛 所以就是一個感覺起來 蠻有趣的青年耶 對 但後來 因為我遠慾後來就回來再交往嘛 你就念研究所拿他工作 對 那個時候我後來就不太行了 我就發生說 太行了 沒有就發生說 是拿方便不行啦 Edan Enculi恋愛的略稱 日本情侶通常會懶得提分手 等遠距離之後帶戀情洗天秀妹子 所以願意持續感情 代表對這段感情很認真 你會發現是我永遠都找不到人 就是你聯絡也不太會回 然後週末也不太會說要幹嘛 他那個妖怪感覺一開始進去一定會比較累 可是其實我後來發現他也沒在幹嘛 在家看書啊什麼的 所以你一定就要不斷 就是你 你得主動去聯絡他 然後去在意他在幹嘛這件事情 我後來就覺得很累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放棄 我就決定分手 就你看這麼冷如冰的人喔 我一提分手 然後他就大哭一場 後來就是他有來說 要我來我家談 但我不想讓他進來嘛 就有一段時間他好像 我就常常會在我家的信箱發現 就掛著一封信啊 掛著巧克力啊 掛著什麼 我就很害怕 他如果那麼閒 那當初為什麼是找不到人 對 而且我就想說 你現在每天都聯絡我個十幾二十次 那你原本為什麼找不到人 人就是這麼賤啊 你看 你們那個時候 不過因為有點久啦 那個時候大概是交往到有 有三年嗎 三四年 有 三年 所以他就覺得 他可以不用在 像以前那樣那麼的 引起 他就覺得 你都會在的那種感覺 就是一個如水如空氣的存在 但是你 不行嘛對不對 對啊 很累耶 不過後來有和解 就是事隔多年以後 那聽起來就是一段非常青澀 對啊 而且是第一個日本男朋友 對 一開始會覺得怎麼會這樣吧 就蠻多那種 怎麼會有這個反應 或什麼的那種 對 相處上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台灣人很愛聯絡啊 台灣人很愛聯絡 兩三個小時 是的 是的 所以就 我每次就想說 說我到底 這個該不該聯絡 然後 可是我會想說 不聯絡啊 你在一起幹嘛 對 你也不知道說 你那麼自由的行動 如果跟人家出去玩 那他如果突然找你的時候 要怎麼辦 因為我要去跟人家出去玩 那是我現在才會這樣覺得 我那時候怎麼會這樣覺得 我那麼輕生 你好可愛喔 我那時候就覺得 你為什麼這麼的清純啊 既読する就是所謂的以讀不回 日本人交往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希望能有自己讀出的時間 所以特別容易有以讀不回 或是不積極約見面的現象 然後有一個其實我很不熟的 對 而且我其實一直想要遺忘 基本上都很少提這件事情 現在終於要第一次在家下面前承認 對 就是一個MACH的人 MACH裡面的H嗎 對是H的人 我好像今天都很多 對啊 然後他就是 他就是看起來很稀滑的人 這長得還算不錯 我應該也是因為他長得不錯吧 然後就是 你真的是 MACH 對然後那個時候是在內定的時期嘛 然後內定的時期其實大家都還是學生 其實因為你還沒有開始工作啊 所以內定的時期 然後他就 你不要編織跟我講話 你不要編織跟我講話 你不要編織跟我們講話 對對對 但是他好像有在搞一編紗 就是選那個我們講過那個 小學美學的那種 所以就會穿著 就比一般學生還要再好一點啊 好不舒服喔 然後住在就是 他住在育苑對面 清楚育苑 蛤 是他追你的吧對不對 對啊 而且追得非常的 就是 就是弄得大家都知道 喔 人盡皆知的追法 對對對 我覺得他占語欲非常的強 然後 講話什麼的其實就是 比較表面吧 所以後來我 你叫我回想的時候 我很多事情都回想不起來 不生個 然後不熟 不是很熟 怎麼辦 我記得就是有一次很嚴重 那個時候那個H男 他就打電話來問我說 傳訊吧 就問我說你現在在哪裡幹嘛 我就跟他說我在跟朋友吃飯 就沒有跟他說是男生這樣 因為我真的覺得 沒有什麼了解啊 對啊對啊 就是我吃完這個飯回去 然後他就來我家 然後就突然暴怒說 你剛剛是不是跟誰誰誰在哪裡哪裡吃飯 你為什麼不講清楚 他就覺得天啊 你是不是跟蹤我 因為他連店名都講出來耶 好可怕喔 他就覺得超可怕的 而且我就想說 如果你都看著 你為什麼不來叫我 沒有 他不會來叫你的 你為什麼一直都很聽著 我真的就會覺得 因為你如果是台灣的話 就是你男女朋友有時候 看到對方的朋友 你就會去打招呼 他就跟我說 你怎麼會講出這麼過分的事情 然後我想說 好醜 他就說 他的反應 你們的反應都好怪 很怪啊 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會知道我在哪裡 他說 他有朋友看到 跟他講 我想說 那朋友就是你吧 對 因為 老實說你們人不會通風暴行 一定是他本人 一定是他本人 而且他死不成 然後超生氣 氣到我把他趕出我家 我想說這太可怕了 我說你回家 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 這是我唯一記得一件事情 怎麼辦 還好沒有怎麼樣 因為有些人是會 就是暴怒動手 或什麼 我後來就覺得有可能會被動手 所以就分了 而且分了其實他很快 就是好像有近女朋友 所以他應該也沒有什麼 所以他很喜歡 沒有大哭或什麼的 他完全沒有啊 他說 然後就離開 所以你看他就是 其實根本就沒有這麼在乎吧 側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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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是那個 有名的 曾經分享過的 一期旅行 被有名系記載Excel的男人 對 對 他其實比較特殊 就是他家是在日本東北的 就是他的石家在日本東北 其實有在日本住過一陣子的人都知道 就是日本東北是一個非常非常傳統 傳統到不行的地方 好啊 那最後一個 最後就老公啊 老公叫上智 上智的話就是一些 他明明考的近早慶 但是就覺得 硬要念上智 硬要念上次的一些人 是的 是的 然後當初 是他 蠻勇敢的 因為看到阿咪講 然後就覺得 好 開追 開拔 對 他還蠻有擔當的 因為他其實那個時候 跟他前女友還沒有分手 我也不算是完全分完 但是至少是有在談 已經有他 對 他就是真的有好好的 就是說 他什麼什麼時候會分手 所以叫我等一下 他再正式跟我告白這樣 好讚喔 對啊 是不是很讚 在日本很少會知道 日本都是 娜娜 你跟你後面的燈子一樣的顏色 你不要這樣用 比他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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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